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马可福音》十四章三至九节 大家可以拿一本《圣经》看一看 如果没有 我都可以读给大家听 《马可福音》十四章三至九节 耶稣在八大里 长大麻风的西门家女坐席的时候 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 一玉瓶置贵的真拿达香高来 打破玉瓶 八糕繞在耶稣的头上 有几个人心中狠不起悦 说 何用这样枉费香高呢 这香高可以卖三十多两银子 周济穷人 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 耶稣说 由他爸为什麽难为他呢 他在我身上作的是一件美事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要向他们行事 随时都可以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他所作的 是尽他所能的 他是为我安葬的事 所以 把香高如先 妖在我身上 我实在告诉你们 保天之下 无论在什麽地方 传者福音 也要述说这女人所作的 以为纪念 好了 我们要知道这个场景 这个场景就是 说耶稣在八大里 掌马封西门家中坐席的时候 在当时他们的门徒 一起坐席的时候 那时候的情景是怎样的呢 那我就 大家想一想 我们现在譬如一起 围在一起 如果吃饭就有一张吃饭桌 那大家想想 当时耶稣和那些门徒 一起聚集 在那里聊谈 坐席吃饭的时候 大家想想那张桌是怎样的 是圆还是方的 长的 长的 形状就是这样的 大家看看形状 这个形状 这个形状是这样的 那就是 这个经文又跟我们说 就是 这个女人 就去拿个香膏 打烂了香膏 去高耶稣 其实难不难 你们觉得难不难 我们在这个经文 我们就会想想 这个 耶稣在八大里 这里 坐席的时候 这个女人 为什么会 打烂香膏 去高耶稣 大家想想想想 尊敬耶稣 尊敬耶稣 有爱耶稣 有感恩的心 大家想想 大家想不想到他 为什么感恩 另外在其他的经文 有提过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大麻风的西门家女 坐席的时候 大家想到 去西门的家女 大麻风 耶稣治好这个西门 想不想到 这个女人 是因为这件事 去高耶稣 去高耶稣 她起码 这个女人 她现在经文里面有提 掌大麻风 这个西门 她是被耶稣治好 是不是 那这个女人 和这个西门 有没有关系 你们会想不想 有没有这样想 可能会 有亲戚 有亲戚 起码来说 她治好了西门 这个女人的内心感谢 是不是因为 医好了西门 都有些关系 会 会啊 在家里面出现 还有呢 就是 她说 当时来说 值三十两银 大家想想 三十两银 以我们现在去 算你猜大约多少钱 三千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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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经文说 这三十两银 就是一年的人工 一个人工作 一年的人工 那换之 我们想想 一年的人工 你觉得 这个香膏贵不贵 是不是 很贵 但是她还可以 去打烂香膏 去高耶稣 用这个这么贵重的东西 那大家去看 这个女人的心是怎么样 她的感受 这个女人的感受 感恩 要么就是 很有钱 很有钱 他很珍贵 很珍贵 很珍贵 也是我们觉得 很离不开 有感恩 她又很爱耶稣 是不是 但是她高耶稣的时候 遇到的情景是怎么样 被人说她博 博 博 不知道博什么 是的 还有呢 大家感受得到 还要被人骂 觉得她很浪贵 是的 她是周济穷人 对 这么多次还用头发 的 总不知她的香膏 就由头淋到耶稣那里 对 就是差不多那支香膏 她就预备 不再保留自己淋一点 不少就自己代替那支 就是完全奉献的 是不是 但是她们的结果 就是当时 耶稣其他一些糊涂 在当时来说 那些糊涂骂她 你感受一下她当时的心情 不舒服 不舒服 在这个情景不舒服 做了一点 那一刻是好事的 我看你们不能继续做 继续教耶稣 是不是很大勇气 是 是 在当时的男人世界 她做这些东西 男人女卑行 她做得很好 是 真的很厉害 但是 但是当时耶稣怎么说 记得耶稣怎么说 记得耶稣怎么说 是一件美事 是一件美事 还有当时这些香膏 通常是怎样 情形之下 就会高一个人 高施礼 都是是 或者你婚礼的时候 静身 或是扮静 扮静 扮静 之前要怎么结症的时候 就塗在她身上 好像做一个结症 是 就是 那些女孩结婚的时候 通常的父母 都会给她一些香膏 都是很喜庆的事 或者在当时情形 一个喜庆的事 和一个 喪礼的时候 去高那个死者 即是 那么隆重 我们不是那么容易 用那个香膏去高 但是这个女人做了的时候 耶稣跟她说 这个女人的美事 耶稣就是看到 这个女人的心 那个心 和耶稣知道自己 你会想受十字架 会死 是不是 他在未死之前高 但是我们现在 事后我们知道 除了这个女人高到耶稣 还有没有人高到耶稣 因为他们想去找耶稣 好像钉十字架 是不是都没有 之前为她 就是钉十字架 之后 放在这个坟墓之前 她都有一班的妇女去 去找她 找她之前 其实未复活之前 已经是有派 用这些香膏 去裹布 裹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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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去裹布 之后 是不是这样 另外 玛利亚有 另外 玛利亚都有 我可能都会 是 那 耶稣 就是 我们听一下耶稣 就是说 他用高 预先高我的身 我实在告诉你们 补天之下 无论在什么地方 传者福音 也要述说这女人所作的 已为纪念 是不是耶稣很欣赏 就是你们去传福音 都要述说这个女人的作为 所以这段经文 带给我们 就是你听到这段经文 带给你有什么信息 我要做女侠 最女侠就是 当时的人 总之他们如何分说 分云 说 浪费 但我的心 是向着耶稣 捨得的时候 我会众目攜攜 之后 做一些令耶稣开心的事 我也会做的 是 是 给我们感觉到 即是 不要在身边的人 是 是 继续杀耶稣 他做事 真的有人会说他 他高耶稣 这么好 耶稣认为这么美事 都有人说 浪费钱 会 即是会 不知被我们感受得到 我们去传福音 去为耶稣做事 我们就算被迫白 被人指责 但是 耶稣 是 觉得我们的内心 是向他 都是一件美事 来的 我带说的信息就是 我们 是向着神 不需要 别人 有怪责 有惹 而我们的心 真是向着神 我们真是 对着耶稣去做的 耶稣会赚上的 我今天分享 好 谢谢 你先在这 好 OK 在过程中你觉得如何 我希望带到个信息 这个情况 就是 我们示范耶稣是未事 OK 好 我想 你最后有说到这个结论 我想问你 在过程中 你用 就是 大部分的时间 是做什么呢 都是讲这个信息 这个环境想 大家和我们感受到 當時感受到這個女人 我想她們感受到這個女人 這麼難做的事都能夠做到 多難度的事 她在解釋那個故事 即是那個經文 其實你用很多問題的方式 用很多問題的方式 稍後我再講到你的問題的方式 即是將經文的內容看出來 但在講到這個人 她能做在耶穌身上這件事 這一點 你覺得可以再發揮嗎 這一點你覺得可以發揮救命 即是她做在耶穌身上這一點 做在耶穌身上這一點 她的掙扎還未講得完 她都有一些掙扎 除了你講經文之外 你將經文講到的東西 其實你內裡有講到的 不過你怎樣發揮出來 你覺得你可以發揮哪一方面 就能夠更加表達出 她的心想做在耶穌身上 因為這個是你最想表達的 做在耶穌身上 你想表達的事情 我曾經講過一些方法 你記得的話 反面 用反面來對比 亦都可以用各樣的方法去表達出來 譬如這裏這樣 即是她會特地 反面 即是這個 她可以正面和反面 她正面就是她特地去買 即是她可能存起的錢 即她的錢全部拿出來買 她知道耶穌來 她就特地去買 即她買也是特地的 因為你買的時候 你想想 那些錢全部拿去買 然後她就特地來到這裏 整班門徒在那裏吃飯 那她就要特地走進來 就去做在耶穌身上 是的 那也都不計較那些人怎樣做 即是她那個正面 正面那方面 如果說到人沒有做的對比 即是人會不會這樣 特地去為耶穌去預備 即是在 譬如在福音書裡面記載 我們見到 有幾多記載一些人 做在耶穌身上 或者我們今天這個世界 有幾多人來到教堂 是說 耶穌 我來到 敬拜你 我來到愛你 因為耶穌說 我有些問題 我需要你幫我 我是 很多病 快點要我 我家裡不行 我家裡吵架 我需要耶穌幫我 你覺得 人來到教會 來找耶穌 就算信耶穌的人 在祈禱的時候 是多些 感謝耶穌 耶穌真好 因為耶穌說 我有很多問題 有佛天來幫我 你覺得 人的心 會不會 經常說 我要給耶穌 我真的很感謝耶穌 你覺得 哪有會更多 都是求耶穌 多些 現在的人 教會 耶穌我有些問題 你解決 你讓我開心 讓我快樂 都是要耶穌給的 是的 這就是對比 一個反面的對比 因為 你預備經文的時候 你就要想 我想達到什麼目的 我想達到什麼目的 我想達到這個目的的時候 我就用反面 用正面 去表達出來 人很多時候都是 多數來都是說 我有需要 請你幫我 就很少人說 甚至有些人 醫好了之後 她下次來 她說什麼 還有這裡 美醫好 就很少說 多謝耶穌 哇 耶穌醫好 很少人停留 感謝耶穌 譬如下一次 她說 耶穌做這麼大的美事 我要獻上什麼給耶穌 我要為耶穌做什麼 很少人有這種反應 而這個女人 她到底耶穌在她身上做了什麼 她看到耶穌做什麼 因為她並不是 因為耶穌看她身上做什麼 只是看到耶穌就是離闖下 她就想去 就是為她高滿她的工作 就是讓她 也都是神的靈感動她 就是為她安葬日子預備 她就有這個心 所以這個女人 她不是為了她自己得到什麼益處 所以她去感謝神 而是她就是想見上 這個就是講到 想表達出一個重點 我們就這個重點 不要只是最後才說 在整個過程都去表達我 就不只是講到經文 講到經文一部分 我們就去想 我想達到她的目的 我需要怎樣去建立 除了反面正面 還有一個方向 就是我們用過的 發揚神屬性 講道法 查經法 在這一方面 有什麼神的屬性 可以出來呢 神的屬性就是耶穌 在那個場合來講 耶穌替這個女人去解決 她被人說 這個女人被人說 做了一些事 耶穌有個愛心 她是未事來的 為會這個女人 OK 你剛說的 是真的 是耶穌為會做的 但這其實是一個 不相關的另一件事 兩個事情 這個女人做 是獻上給耶穌 耶穌所做的 是欣賞她 是不是兩個事情 是 欣賞和見賞 是兩個事情 如果說獻上 耶穌有做什麼呢 你願意給祂高 他獻上 你高我 我也要給祂高 就是耶穌這個 就是耶穌給祂高 接受祂那個 是紅營 紅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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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要做紅營 紅營 這個就是人 對神做的 就是說 我說同一件事 耶穌自然 他說 永遠傳道的時候 都第一件事 說這件事 是 這個就是耶穌的欣賞 這個是 在這個經文裡 第二個主題 另一個主題 一個主題就是 祂獻上 獻上耶穌 獻上給祂的生命 以後為祂死 對 沒錯 你已經說回 這個女人獻上 這個 香膏 這個 香膏 耶穌 獻上 耶穌是一位獻上的耶穌 神是一位獻上的神 雖然我們是 獻上禮物給祂 但是神是 將祂最好的禮物獻上給我們 耶穌貴族 因為香膏貴族 耶穌貴族 耶穌 如果香膏傳流在耶穌 也不知道是一種香味幾日 對不對 但是耶穌所做的事 在這個世界上傳流多久 永恆 永恆 就是神將最大的禮物 賜給我們 送給我們 這個是神獻上的美好 當我們看到神的美好 這個世界上 有沒有人獻上 這麼大的禮物 當然我們沒有獻上耶穌 耶穌這麼大的禮物 但是獻上了一個大禮物 為何都不及耶穌所做的影響力 這麼大 耶穌就是獻上一個最大的禮物 由這件事去激勵人 耶穌獻上最大的禮物 我們可不可以學 好像這個女人 就是一種單純的愛耶穌的心 這個禮物 你可以說用途 未必有很大的用途 用途是為了安葬的日子 有香氣 這是一個用途 但它不是一個很實質的用途 但它是一個表達什麼呢 獻上對耶穌的感恩 又好像什麼呢 送花一樣 奉花可以說不是很實質的 因為幾天那些花就不像 它這件事本身 好像不是一個永恆的價值 但是這個心給耶穌 是耶穌所付的 所以我們注目在這件事上 有時候我們有些服侍 可能那個不是很實質的大的幫助 有時候可能我們對一個人的招呼 關心、問候 不是很實質的 好像很永恆的作用 但是呢 神都喜悅的 就是出於一個愛著的心 這個也發揮那個女人的意見 所以我想大家留意 就是這個發揚神屬性 在這裏面 這個女人的那種性情 在神那裏哪裏有呢 這樣表現出來 好了 我又想問一下另一件事 先不要說 你先問問題的時候 有些問題有沒有發覺 好像人們不太回應 有沒有發覺 有些問題他們不太回應 後來就慢慢回應 有些我自己回答 是的 那你知不知道 為何那些問題 有些人會這麼慢回應 你有沒有留意到 那些問題的特質 有些什麼因素 引致有些人難回答 那些問題 虛佛了 虛佛了 沒有一個 就是 焦點不能回答 是 有些其實可以說 都挺難回答 有些都要去想想 不知道是對不對 所以最好問題是怎樣 你就讀一讀經文 這句 這個女人這樣做 這個香膏 這個香膏 你猜貴不貴重 那些門律反應 就是讀經文出來 那就容易回答 那些人就容易回答 因為你覺得很難 沒有人會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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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都不回答 這就是其中一件事 多謝你 你很勇敢 你很勇敢 非常勇敢 非常好 那你就 非常 你很投入 又準備好東西 寫好東西 那另一件事 我就發覺你的視線 是多數去一邊的 你知不知道你的視線 多數去一邊 對 為何去那邊 是否他有反應 我看見他 我看見他 是偏向我 不過呢 這樣也有個傾向 他們的歌 開始不幫我 這個都是我們留意的 不過 這個是一個好的開始 我看見他 有錢 你 有錢 有錢 我可以 有錢